Maximum Distortion... 不錯啦 Distortion Energy 所以就俗稱MDER 那這個有人就翻成這個 G便 好 那讓我來看一下我的遺跡 好 那這個 我想各位以前應該也沒有學過什麼叫Distortion Energy 那就先回顧到我們之前講的一件事情 就是說有一個東西叫Strand Energy 然後Per Unit Volume 單位體積下的硬變能 所以比方說我一個材料它是彈性變形 你想想看喔 只要我在講這個機械材料 在講變形 我們都在講彈性變形 因為都不是超過小的 那所以一個彈性材料 它產生變形然後儲存了硬變能 其實就像是彈虹在存這個彈性味能這種概念 那今天就是這個材料它的每單位體積下 我存了多少這個彈性味能 你可以這樣想 好 那這個時候我們就定義喔 我們就說反正我不管你這個材料什麼形狀 你這單位體積下你因為變形產生的硬變能 我就假設這個硬變能呢 來自兩件事情 哪兩件事情呢 它的定義呢 是一個叫UV 一個叫UD 那UV跟UT是要特別在一一說明的 那我們就講分別是誰 UV叫做Volume Change 然後Per Unit Volume 那UD叫什麼呢 叫做Distortion Energy 然後Per Unit Volume 都是單位體積下的一個能量單位 但是啊 它特別把我這個彈性材料 它儲存的這個硬變能呢 把它的原因歸類成兩類 那因為能量就是可以相加的嘛 都同一個單位 那第一個部分它說叫做體積變化的部分 因為我今天一個材料變形 體積有可能會變大 或是體積可能會變小 我這樣拉伸 我去拉扯一個材料 分子跟分子間的距離 如果增長了 那我的總體積可能會改變 那當然我這樣子拉 它總體積真的是變大嗎 因為它左右會內縮啊 那也有可能 它這個材料博松比的素質是怎麼樣 所以總之 我這樣拉到底是變大或變小 我不知道 但是 只要有變 就是體積變化 那既然體積會變化 這個體積變化的能量 我為了要對它做一個弓 讓它產生體積變化的部分 我就好像把它特別拉出來這一塊 這一塊能量 對它做的這個弓 可以讓它產生體積變化的那個部分 我就叫做UV 那剩下的部分是什麼 因為一個材料它除了體積變化以外 它還有扭曲變形 所以另外這個右邊的部分叫UV 它就叫Distortion Energy 那這個Distortion就是這個激變的 激變的假設就是體積不變下的變形 就是被扭曲 但是體積總體積不變 所以這邊就很明確的把變形分成這樣為式 就是說你真的會有形狀的變化 而且還會有體積的變化 那我把形狀變化所做的弓 以及體積變化所做的弓 這兩個弓把它分開來考慮 然後當然這兩個弓 如果把這支板儲存成兩種味能 一個就是激變的 另外一個就是產生體積變化所需的能量 好 那這個就是一個 光寫這件事情就是一個假設 發明這個理論的人就把能量切割成兩塊 好 那接下來呢 既然可以做這件事情 它就可以再往下做一系列的分析 第一 下一個分析就是說 我們來看一下主應力 主應力 principle stress 那這個主應力啊 也可以被切割為三 現在又是那個三圍了 分別原本是S1 S2 S3 那等於說我為了要在這個一二三方向 在主應力上分析的好處就是都沒有減力了 那就在這個三個軸的主應力方向上 一定這個某一個方向師的力 我也可以把它分割成 有一部分的力是拿來產生體積變化 另一部分的力是拿來造成所謂的積變化 所以呢 它就也把它分割成 這個 兩個部分 那這邊你先看一下這件事情 那為什麼 在這個地方 它 三 就是 它把那個 體積變化的那個部分 這個部分的主應力 主應力軸上的真理 它都叫做SV 而且那個數字都一樣 為什麼會這樣 因為 它在這邊的 體積變化 它還有一個假設 它是一個 均勻的 這個 體積變化 因為所謂的 積變就是 它好像扭曲了 那所謂的體積變化 那就是等比例的膨脹 或是等比例的縮小 所以 在這個假設下 就是我造成這個等比例的 體積變大或縮小的時候 其實三個方向上的力 是一樣大 只是大多少 我不知道 就是在某一個特徑的 這個情境下 這個SV 就是有一個磁 但是它就被假設 這三個方向上 是一樣大 所以 比方說 我今天產生了某一個 我對這個材料做了某一個 特定方向上的變形 然後結果體積增加了10% 那我就把它想成是 我這個原本單位材料是 這個立方體 然後它環漲10%以後 那就好像是 每一個方向上 分別要出 某一個特定的SV的力 它就剛剛好 那個體積會增加10% 那剩下 非均勻方向上的變形 就是所謂的 S123 Trunk S1 Trunk S2 Trunk S3 Trunk 那S123 Trunk這三個力 它的用途在這裡就是 為了讓它產生出 那種扭曲方向的變形 但是 這些就被假設是 不會造成體積變化 這個就是它的這個 整個積變的 推導 它的一些假設 所以這個也是它的 假設之一 好 那如果你可以 這樣子還 OK好 好像勉強可以接受了 所以當然肌變這邊就是 5 體積變化 好 那 為了要往下推導 我們就可以看到 我在這邊用這個Prom 來代表 產生出 畸變的 引力 這個就是 這個 Principal Principal Stress For Distortion 那 既然我 肌變 有 肌變硬力 那 肌變硬力就會在三個方向上 分別產生 肌變 的 硬變 所以 肌變的硬變 就 取名叫做什麼呢 就 Sigma Epsilon 1 Epsilon 2 然後Epsilon 3 這個就是 這個叫做 Strain For Distortion 這三個方向上都會有一定程度的 硬變 既然你既然三個方向上都有一些硬力 那一定都會有產生一些硬變 好 那這個有趣的假設又來了 因為這邊說 Distortion energy Distortion這件事情是不會造成體積變化 好 那應變的意思是什麼 就是深藏的一個比例嘛 所以它就有一個假設 就是說我這邊如果增加一點點 這邊就要減少一點點 那反正這三個的增加減少的量合起來要是0 所以這就是它的另外一個假設 就是說我要怎麼去代表 用這個應變的方式去表達這個 Distortion產生的體積變化是0呢 所以它就推擾出一個這個公式 或者說這是一種根據它的觀念去define的一個公式 根據這個沒有體積變化 它就是決定說反正負責積變的這些應變啊 加起來要是0 就是你多一點就少一點 你多一點就少一點 反正這種加起來就是要0 好 那就代表說反正 我不管你這個產生畸變這種扭曲變形的這個 這個應變 它就不會對這個體積產生體積變化 好 那有了這些東西以後啊 那我們這一切的探討不是都還是基於 彈性力學嘛 對不對 我們還是在彈性力學下 那彈性力學的話不就應該要符合 伍克定律嘛 對不對 所以有一個Hooks Law 好 那伍克定律沒有限定說 什麼樣的硬力或硬變 才能符合伍克定律啊 如果它叫做畸變的硬力或是畸變的硬變 應該還是要符合伍克定律嘛 所以我們就把伍克定律寫出來 但是這個時候我們放進去的是 畸變的硬力還有畸變的硬變 那我們來看看會發生什麼事 那三條式子就長這樣 OK 然後 然後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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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3 4 4 4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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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5 5 6 6 7 7 8 8 9 9 9 5 9 6 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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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從這邊我就可以注意到一件事情 我剛剛在硬變能模型的時候 好像稍微提示了畸變能模型 似乎不管佛松筆 那真的不管嗎 其實沒有不管 它還是基於最基本的 彈性力學虎科定律在推導 裡面也是把佛松筆放進來 只是說我們現在開始觀察 這個公式怎麼樣推來推去 最後佛松筆就不見了 就不用管佛松筆 那似乎就好像在隱喻一件事情 佛松筆是在討論體積變型的時候才有佛松筆 討論畸變的時候沒有問題 那我們就等下來看看有沒有再回事 好 那我就把這個三個畸變應變 加起來應該要為零把它結合起來 所以等於說是這一塊跟這一塊結合 兩個加起來 那基本上就是所有的等四右邊加起來要為零 然後前面的1除以量式係數也都不見 那就反正就剩下右邊這一團東西 全部加起來要為零 好 那我已經幫你整理好 你也可以仔細快速看一下 其實就是1減掉2μ 然後s1'加s2'加s3'要為零 好 這一件事情又回到我們剛剛討論的 那個佛松筆能不能是2分之1這回事 剛剛不是在講說 如果我是最大應變的模型 假設那個佛松筆是理想模型 然後佛松筆是1分之1的時候 它就會是一個跟那個六邊形好像相切的 一個橢圓 但事實上沒有佛松筆是1分之1的材料 所以如果你在真的材料的 這個佛松筆的分析下 你那個橢圓永遠是比那個六邊形再大一點點 大多少就看那個佛松筆值多大 然後在這個畸變的模型裡面也是一樣的 如果你用理論的佛松筆 就是一個可能達到的 比如說5分之1帶進去 這邊就變成0了 所以如果有一個這樣的式子這裡是0的話 那右邊這個式子是多少就無所謂了 就推倒不下去了 就沒戲唱了 所以啊 這個式子就會告訴你說 我是一個可以任意材料都符合任意存在材料都符合的一個式子 所以任意的存在的材料佛松筆一定是比2分之1還要小 所以這一項永遠固為0 那既然這一項固為0的話 這個應該要為0 所以從三個畸變的應變加起來為0 那三個畸變的應變加起來為0的觀念推出來 三個畸變應變加起來也一定要為0 所以變成說推出一個結論 這個一定要為0 那這個為0呢 是一條式子 那第二條式子是什麼呢 我看一下 喔 我用那個彩色筆畫一下 我現在需要它為0 它為0 然後我要把它代為這三條式子 很紅色的 所以我就 這裡改成用紅色的寫 就是 代為 這個 左上式子 那如果我代回去的話 基本上就是左上角跟這個式子啊 我希望三條 全部加起來 那你這時候加起來 你會發現一個很有趣的地方 S1加S2加S3會等於3倍的SV 所以既然推出S1就是3分之1的S1加S2加S3 這很有趣的一件事耶 有沒有 我這個如果帶回去 然後三條加起來 這邊就都變成0了嘛 然後就得到原來S1就是3分之1的 其實就是這三個主應力的平均值 三個相加除以三個平均值 所以這裡推得一個新的公式叫做 凡是啊 你單位體積負責體積變化的這一個 硬力 主應力 它的大小是多少 就是三個方向上主應力的平均值 那我們Define就取名叫做來S2 所以如果你今天這個材料啊 你不知道它到底會產生多少的體積變形 現在你就知道了 你就去想一想 你現在有一個材料 三個主應力方向 任意拉或是壓 你如果把這三個方向上的主應力的三個值 相加除以3 就會得到一個加SV嘛 然後你再用那個材料上下左右用SV去均勻的往外拉 或是均勻的往內壓 最後得到的頸基變化 就會是你那個材料的總頸基變化 所以你以前從來都沒有人告訴你說 一個小小的材料 我每個方向 就主應力走方向它的力量不太一樣 那到底這個頸基會變大多少 還是變小多少 以前沒有人這樣告訴你 那現在你知道力量 你可以適折去均勾嗎 好 那有了這件事情以後可以幹嘛呢 我就要再把一些適值 再把它結合 我要結合什麼呢 我要做一件事情 就是原本的這個主應力的這個四值裡面不是都有SV嘛 然後我們是已經推出來SV等於少了嘛 對不對 我要把它帶回去 我不要SV了 我要這三個四值啊 裡面不要有SV這個項 所以我把它帶回去 那帶回去之前我就先把這些東西 喔 複製一下 然後換下 好 然後這裡稍微像 擦一擦擦一擦 這是前一頁的東西嘛 對不對 我已經推出這個四值了 好 好 那我現在就 換個顏色 就 把它這樣子帶進 帶入 那我帶入就得到什麼呢 S1 S2 S3 分別等於 三分之一的 S1加S2加S3 然後 它會加上 S1' 這個三分之一的 一樣的東西 照擦 加上 S2 這個三分之一 OK 就這樣 欸 推得了這三個四值以後 你有沒有馬上發現你可以做什麼事 你可以算出 S1 S2 S3 分別是多少 欸 竟然還可以幫助我把那個 這種特定的這個 這個 激變 產生的這個 激變 造成這個激變的 三個軸方向的 激變音力 我都可以算 所以我就推出來 就 S1' S2' S3' 即便 即便音力都可以算 那就分別是 3分之2的 S1 減掉 3分之1的 S2 減掉 3分之1的 S3 那這裡就 這就是 -3分之1的 S1 加3分之2 等 S2 減掉3分之1的 S3 這是-3分之1的 S1 減掉 1分之1的 S2 加上 3分之2的 S3 我推出來了 所以以後 激變音力就會是 S1 S2 S3的 某種特定的線性組合 然後跟 某種類無關 它的特點就是 與 某種類無關 那它只做什麼事 它就做這個扭曲變形 不產生出 體積變化 所以 Portional Ratio的觀念 是一種 體積變形的觀點 所以在 激變下 Distortion下 就沒有Portional Ratio的 Information在裡面 好 那做了這個事情 它又可以幹嘛 好 那我們來 看一件事情 就是啊 我覺得 推倒這個 數學的人 真的是天才 你等一下推一推 你會看 蛤 人是這樣推的 我們下一步 要做什麼事 就是看那個 Strength Energy 然後 O O of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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 volume O 通常 你講了那麼多 畸辯能這回事 你不是 接下來應該要算 你的那個模型 不是叫 Distortion Energy 那你現在應該要告訴我 Distortion Energy 是多少 我告訴你 不好算啊 很難算啊 沒辦法推倒啊 但是有一個東西好推啊 叫做五極變化的應變 就是剛剛我們不是已經把那個能量拆成兩塊了嗎 就是前一頁 我已經把那個 U把它分成UV跟UD 你現在應該 剛剛已經告訴我那個 這個SPROM還有 SPROM都告訴我了 你不是應該要推那個 Toucher Energy給我看嗎 那會這樣介紹就是 沒辦法這樣直接推啊 但是呢 Volume Change這一塊可以推倒 那我們先推倒那一塊看看 然後等一下會有一個很神奇的 這個數學就竟然推出來了 那這個 Strange Energy for Volume Change的話 基本上就是我們剛剛說的UV嘛 那這個UV的話 我們都知道 硬變能公式就是 二分之一的硬力乘上電 那三個 我們那個叫體積變化 就是三個方向上都有SV嘛 三個方向上都有SV 那就是三個方向上產生 三個方向上的一樣大小的拉伸 然後分別儲存二分之一 三個方向上的硬力乘上 那個三個方向上的硬電 所以基本上就是這樣 二分之一倍的硬力 還有 因為體積而 體積變化而產生的硬電 的這個數字 然後乘上三個方向 三倍 所以這個是 三個主硬力方向 三個方向上的硬電 然後這個是 叫做 Strain For Volume Change 因為體積變化才產生的這個硬電 所以基本上這個就是 二分之三SV乘上 那個 Ethereum V 好 可是 這個 Epsilon V剛剛沒推倒 剛剛沒推倒對不對 沒推倒怎麼辦 沒有關係 我們有補克定律 補克定律告訴我們 只要是彈性變形 任何的硬電音變正關係 都可以用補克定律去推 所以呢 我們這個時候啊 這一個 Epsilon V 我用補克定律去 再延伸推倒 所以他就 這個 利用 hook's law 所以 UV 就會變成 2分之3SV 然後我克定律是什麼 乘上 硬變分之1 不是 楊氏係數分之1 第一個方向的硬力 減掉μ倍的第二個方向的硬力 再減掉μ倍第三個方向的硬力 那三個方向的硬力都是SV嘛 對不對 好 結果這個式子的那個 SRV就消失了 全部都剩下SV了 好 好 那我把它整理整理 整理完以後會變成 2 1分之3倍的SV平方 除上 1-2μ 變這樣子 好 然後 這個時候可以幹嘛 各位我們SV剛剛已經推倒過了 SV在這上面紅色那一條 SV就是3分之1倍的 三個阻音力相加 三個阻音力的平均值 直接把它帶進來 所以 這個等號啊 就是把這個式子帶進來 好 直接帶進來 帶進來會怎麼樣 得到 然後 我直接把整理以後的給你 就 因為空間有點不夠 就 1-2μ除以6倍的1 然後乘上 S1加S2加S3的平方 好 你如果自己帶的話 最後會推到這個式子 推到這個式子 那推到這個式子以後 然後呢 那又怎麼樣 我只是很厲害 現在已經知道了 那個 如果我今天有一個材料 彈性變形 然後 然後那個 受到 彈性變形 受到S1S2S3 三個方向阻音力 我知道這個材料的 楊氏係數 知道它佛中比 我這樣子一帶 我就知道 這個材料它 它 因為這樣的受力 產生體積變形的 這個儲存的應變能是多少 也就是說 我對它做了多少功 讓它產生出多少 體積變形 我可以算嗎 但是然後呢 你不是應該要告訴我 畸變能嗎 那現在這個神奇的東西來了 就是畸變能公司的推導 好 那要推導這個基變能公司 就回到最基礎的定義 U等於UV加UD嘛 那UD會等於什麼 因為啊 UD那就是U減掉UV嘛 對不對 UD就一定是U減UV嘛 那UV剛剛不是已經推導了嗎 那U怎麼辦 有人想到U怎麼辦 U上禮拜已經推導過了 我們來看一下 上禮拜我們在介紹那個 最大簡歷模型的時候 這裡這裡這裡 U已經算過了 所以U是從當時在介紹最大簡歷模型 最大應變能模型的時候 利用應變的觀念 應用 利用虎克定律 已經推出來 反正一個彈性材料單位體質下 它的應變能就是這麼大 U就是這個次子 是完全一模一樣的次子 你可以帶到剛剛我要推的某一項裡面 那我有U又有減掉UV 我就算出UD了 原來是這樣推的 原來是這樣推的 這 發明這個方法的人 真的天才 把它貼過來 把多餘的這個擦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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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是指從哪來的 這個是從那個 Strain Energy 的推導 我們就已經知道這回事了 好然後剛剛又從那個Value Change 從Value Change 我又知道了 這件事情 是不是 是 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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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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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參與 我們剛剛已經知道它叫做UV嘛 對不對 那我把它整理一下 所以 我有U 又有UV 那UD怎麼算 UD就兩個相剪 那就直接剪啦 直接剪的話 那就 用121分之1 然後S1平加S2平加S3平 剪掉2μS1S2加S2S3加S3S1 去剪掉1-2μ除以6e 然後這裡是S1 沒有平 加S2加S3的平方 就這樣推 那我想你這裡應該不會想要看 我在這邊慢慢加加減減吧 我這裡就寫點點點 你有興趣的人就回家自己算 經過一番折騰以後 就得到了一個東西 叫1加μ除以3e 然後 S1平加S2平加S3平 剪掉S1S2 剪掉S2S3 剪掉S3S1 這樣子 它就是 激變 那其實激變人裡面有沒有佛松比 還是有 在這裡 就如果你單位提及下產生多少激變人 其實還是跟佛松比有關啦 只是說我等一下 再往下推它的設計規範的時候 這個係數會被拿掉 所以就是 基於激變能 最大激變能的設計模型 不用考慮補空 好 那看到這個式子以後 我還是不知道怎麼設計啊 我們又回到上次 應變人模型的時候 你推出應變 那 你要告訴我 這個小魚等於什麼啊 你要告訴我啊 那又來了 這些模型 它的一貫的推導方式 它就是 用最簡單的拉伸試驗的觀念去推導 所以在 簡單的拉伸試驗下 簡單的拉伸試驗也是彈性變形嘛 在那個簡單的拉伸試驗下 我的UD會是什麼 因為簡單的拉伸試驗呢 S2 S3都是0 因為拉伸試驗就只有一個方向 所以簡單的拉伸試驗下 你的UD啊 就只有SE0而已 這裡面的所有這些項目都消失了 所以單純拉伸試驗的時候 這個材料產生的畸變能就是這麼大 所以你的 這個拉伸的硬力 是0的時候 就沒有畸變 這個值如果開始增大增大增大的時候 畸變能就開始增大增大 那這個材料最多畸變能可以存到多大呢 就是這個材料的拉伸應力已經是降伏應力的時候 就是極限 所以極限是什麼 就是極變能 就是極變能之極限 那不就是當這個數字呢 已經到了降伏的狀況呢 就是這個硬力已經是降伏的時候 就是一個材料可以承受最極限的極變能 所以就把這個換成極變能 所以如果在整個通用的 就是各式各樣的受力狀況下 這個才是各式各樣受力狀況下的極變能啊 這個極變能也不可以超過這個量 所以它是這樣把上限推導出來 所以因此 整個u e呢 就必須要小於等於 1加mu q3e然後s y的同方 所以就基本上 這個粉紅色的是 粉紅色的這個 紫色的這個 這個式子就是它 ud 它必須要小於這個極限 極限在這 紫色的要小於等於這個粉紅色的 那我們就可以因此 可以推出最終的設計公式 那最終的設計公式呢 我們上一次是這樣子 直接用開根號的那個式子 上次的這個式子 我直接給你開根號的式子 這次我也是給你一樣的 所以基本上 我們就不要平方向了 所以最後我就得到一個設計公式 就是叫做s 1 平加s 2 平加s 3 平 減掉s 1 s 2 減掉s 2 s 3 減掉s 3 s 1 它應該要小於等於s y 那一樣 在這邊 我又把這個設計的上限 好像在下面留一個空 它在留空是幹嘛的 就是放安全係數 所以這個地方 你可以放安全係數 所以這個 就是最大積變的國型 maximum distortion energy 的公式 OK 那等一下我們就來把它畫出來 那其實它畫出來的這個火源呢 就剛好是我剛剛講 如果你把佛松筆用1 2 帶到最大 最大硬變的模型的話 形狀會跟最大積變的模型完全一樣 所以我們等一下會 數學上把這兩個四值拿來比一比 然後再來那個圖形上來畫一下 好 那這邊我回顧一下 最...